好 我来要推广南回农业旅程 让民众能够深入的走入部落 了解部落的产业 调东县政府农业处来办理了采线团 这次带领民众来到金峰乡的嘉兰村 体验当境农作 采洛神花与认识小米文化 主持不要被切到 切这样子就好了 农民讲解如何采捷洛神花 并让到访民众自行体验采洛神花乐趣 不只有采花而已 回到农坊还能自己做专属洛神秘件 由在地自身妇女教导如何制作 民众则将一朵朵洛神鸭扁放入容器中 再撒上少许盐巴及糖进行腌制 让体验民众更深入了解认识 部落农作物生长及加工程产品的过程 体验从洛神它的生长 然后到我们制作的时候 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然后一步一步还有一些吃 透过吃可能透过感受 就可以更融入在部落里头 知道原来这是部落生活的日常 然后他们一般在制作的时候 是怎么样制作的 从农地的洛神花开始 然后让我们剪辑洛神花 然后了解洛神花的生长 最后再由老板跟我们解说一下 那个普拉米就是台湾族这边所有的文化传统 从小米的那个采收 采集到所有的制作 整个流程生长环境是怎么 是跟族人的文化去做一个连结 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南回部落 台东县农业处特别办理南回特色农游 这次来到金峰乡加兰村的普拉米农坊 由农坊负责人带领民众走入部落田里 亲自采集洛神 还有小米文化体验 呈现农产与族人生活文化密不可分 充满丰富内涵 来普拉米所做的体验 最主要是有分时节性的 就是季节性的落成花密件制作体验 包括去采节 拍了之后呢 再做我们普拉米一年世纪都做的 除灸步星 以小米为主要的一个体验 是非常丰富的 很不一样的 大家会更认识小米跟原住民的关系是什么 民众能借由亲自走访 深入了解部落产业与在地文化 让油城不只是走马看花 更能融入在地 了解部落农业 饮食 生活文化 这讲解金峰相报道